为了赢得全博冠军 女人不惜打掉腹中孩子 丈夫得知后二话没说拿起妻子最爱的网球拍 狠狠地打向她的腹部 没等妻子明白是何原因 丈夫毫无人性地一球拍会了什么 妻子未能站稳因此重重地摔下楼 望着妻子的惨状 她才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 很快医生与警察纷纷赶到 不幸的是莫妮卡因重伤无力回天 当白布盖上的那一刻卡尔也被警察带走 牢房内律师为了帮卡尔逃脱罪名 编造莫妮卡因夺冠兴奋饮酒过多 自己失足摔下楼 同时为了营造卡尔是位好丈夫 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让卡尔见上莫妮卡最后一面 见到妻子冰冷的尸体 卡尔在这一刻确实有些后悔 她只能用一吻来表示心中的不舍 然而下一秒 久死一生的莫妮卡立即被安排到医院 不仅下身瘫痪甚至丧失了语言能力 她只能用尽全身力气咿呀呀地询问 腹中的孩子是否健在 原来就在比赛前 莫妮卡选择留下孩子 虽然护士安抚莫妮卡她还很听清 但这种失去孩子的痛苦 只能她独自承受 得知莫妮卡出世经纪人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她提醒莫妮卡一定要远离卡尔 经纪人坚信卡尔这种心狠手辣的男人 保不准下次会再干出什么 莫妮卡却异常地冷静默不作用 而此刻担忧自己是否被拘捕的卡尔 虽然在律师的操纵下获得了自由 但她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伤害莫妮卡 为了能重破妻子的幸运 她先是来到医生这里了解莫妮卡伤情 寻找突破口 在医生口中得知 莫妮卡主要是腰椎骨的损伤影响到脊髓 这直接导致下身瘫痪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 莫妮卡这辈子都要在轮椅上渡过 此刻的卡尔莫名的欢喜 再次见到妻子卡尔伪装得十分伤心 护士也深调同情给她留下私人空间 可当护士走后 她误以为莫妮卡昏睡扬长而去 得知莫妮卡醒来 卡尔虚情假意地来到她的面前 敷衍的解释并未想推她下楼 言语间责怪这件事情都是莫妮卡的错 并且还在幻想以后与莫妮卡而孙满堂 此话一出 心灰意冷的莫妮卡拿出纸和笔 清楚地写下我要离婚 卡尔却丝毫不以为然 误认为莫妮卡只是在生她的气 然而就当卡尔要走的那一刻 莫妮卡再也安耐不住 卡尔终于意识到了危机 不久后在经纪人的监护下 莫妮卡办理了出院 没等二人走出医院大门 就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 从而莫妮卡谈及后半生的事情人间皆知 身心疲惫的莫妮卡以为在父母那里能得到安慰 却没想到 莫妮卡本以为说出卡尔家暴自己的事情 父母能选择站在自己的身旁 事实让她大大失望 母亲认为夫妻吵架很正常 父亲却已年迈不想照顾她 甚至担忧起会过上穷人的生活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卡尔突然出现 她先是表示不会与莫妮卡离婚 随后要将莫妮卡的父母送回老宅 声称莫妮卡日后的生活自己会全权照顾 这样的结果正是莫妮卡父母梦寐以求的 父母走后莫妮卡被卡尔关在卧室内 一脸深情地表示自己不能没有她 可转过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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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